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 祂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区 祂在各会堂里教导人 大家都称赞祂 祂来到自己长大的地方拿萨勒 照常在安西域进会堂 并站起来诵读圣经 有人把以赛亚先知书递给祂 祂打开书卷 找到这样一段经文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祂高利了我 让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拆遣我宣告被掳的人得释放 瞎眼的人得见光明 受欺压的人得自由 又宣告上帝悦纳人的恩年已经来临 耶稣读完便收好书卷 交给负责的人 然后坐下 会堂里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在祂身上 祂却对他们说 你们刚才听见这段经文 今天已经应验了 大家都称赞祂 听见祂那些充满恩典的话 都感到惊奇 就说 这不是淤死的儿子吗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肯定会把这句俗话用在我身上说 医生啊 治好你自己吧 你在加玛农所行的一切 我们都听说了 也在你家乡行给我们看吧 可是我实在告诉你们 先知在自己的家乡 都是不受欢迎的 事实上 在以利亚先知的时代 天干旱无雨 达三年半之久 遍地有大饥荒 那时 以色列国有许多寡妇 但以利亚并没有奉命去帮助他们任何人 只奉命去帮助住在西顿地区 撒勒法的一个寡妇 在以利沙先知的时代 以色列国有许多患麻风病的人 但没有一个人得到医治 反而叙利亚的乃曼得到了医治 会堂里的人 听到了这些话都怒火中烧 就起来把耶稣赶出城外 带到悬崖边 要把他推下去 他们的城就坐落在山上 耶稣却从他们中间穿过 离开了那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